出場的時候可以自帶BGM 你會給自己配什麼歌 好 今天這個問題呢 可能有不一樣的回答了 那我就聽粉絲的回答 熱愛105度的你 是不是 是這個名字嗎 可以 沒問題 我聽過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唱一個 好 好 我不太 因為這歌好像還挺難唱的 我不太記得怎麼唱了 要不你們先教我一下好不好 來 你們先唱一遍 教我一下 然後我再唱一遍好不好 我把話筒遞到前面 來 3 2 1 好 兩句夠了 只能學兩句 8月整午的陽光 都沒你耀眼 8月整午的陽光 都沒你耀眼 是吧 差不多是這樣吧 好 就這個BGM了 你看以前的我是多麼的熱血 深深被你們磨成了這樣 好 現在下一個 形容一下你和粉絲之間的關係 和粉絲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像 相愛相殺 不不 就是 像朋友一樣 其實我覺得粉絲 其實 更像 我覺得粉絲 有的時候很像知己 就是他會 很懂你 我不配 你不配 做橋樑一樣 就是 通過各個方面 然後去你的精神層面的一些 交流吧 我覺得就是 粉絲就像朋友 就是 就彼此互相了解 互相體諒 互相理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朋友 他們就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我覺得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對 還是像朋友一樣 對 我們之間互相鼓勵 互相打氣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然後一起進步 一起努力 對不對 堅強 好 好 下一個 娛樂圈舉辦什麼比賽 你能得冠軍 欸 對對對 剛剛給了我個靈感 之前他們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還想不出來 我說什麼能拿冠軍 因為我覺得娛樂圈裡的優秀的人實在太多了 然後各個行業 都有很多人才不論唱歌跳舞演戲 我 三人行必有我師嘛 我覺得我能拿冠軍的 還真不知道 可能 可能半個高爾夫比賽我能拿冠軍 什麼時候 試一試 也許吧 但我知道 也有很多打得非常好的 比誰頭髮短 因為那時候可能我頭髮特別短 是不是 好 下一個問題 如果給你一個做記者的機會 採訪你的粉絲 你會問他們什麼問題呢 什麼 呃 問他們什麼問題啊 問他們什麼問題 我覺得會問他們一個問題 呃 你們 你們 愛自己的 爸媽嗎 啊 什麼 換一個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大家都回答比較統一 這個問題應該大家都回答比較統一 呃 呃 這是我之前的回答 我現在問他 追星影響你們睡覺嗎 對 追星讓你們秃頭嗎 我看在座的各位頭髮都挺好的嘛 騙人 騙人啊 有的騙人 追星的同時大家都要早點睡覺 好不好 不然早上怎麼起來追星呢 好 好 看我們看下一個 現在 請抽選一個新的問題 並分享你2021年的答案 欸 抽 工作人員 欸 新問題 我 因為他們準備了三個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 所以 我就隨意 抽一個 看我抽到什麼問題啊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 放進去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 能打開嗎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 一個 好 好 好 看來這個願望啊 不太想讓我把它 摁進去 好 好 好 給自己一個立個新的FLAG 其實沒有太想立的FLAG 因為今年對我來說過於的順利 就是一切都特別的美滿 特別的好 然後今年感覺就像一個做了很多年夢的人 然後終於夢想成真了 我知道我值得 但是很多人也值得 對吧 真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在奮鬥 然後都在努力 然後我是非常的幸運能夠得到大家的喜愛 然後今年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圓夢的過程 因為好像每年許的願望 在今年好像都能夠實現了 對 就是演唱會 我每年都會許願 有什麼願望 有什麼FLAG要立 我就說我要開演唱會 結果結果這個願望呢 今年就要實現了 所以問我有什麼新的FLAG呢 我覺得就是未來能夠繼續拍好的作品給大家看 然後唱好聽的歌給大家聽 然後永遠都能夠在大家感到迷茫 可能困惑的時候給大家一種前進的動力 一種能量吧 能夠支持你們 在你們人生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我覺得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這個時候我媽突然舉起了手 好像在示意我 嗯 說得不錯 然後現在到了 希望明年的今天 我可以打開這個問題 和你們一起見證 看看明年我會不會有一部 或者是今年的下半年 或者是明年會不會有好的影視作品 然後好的歌曲跟大家一起見面 然後一起 大家一起見證我的改變與成長 OK 然後現在呢 就要進入到下半個環節了 我要去 剛剛上台之前呢 吃了一碗湖南的麻辣粉 有點飽 然後現在我要去換個衣服 然後與此同時 我換衣服的時候呢 也給大家安排了小遊戲 然後 一段我自己錄的聲音 然後會跟大家一起互動 我先去換衣服了 拜拜